武神主宰 第五千七百七十六章 万影归西 作者 按摩师 随意躺在那 没有半点防备 漏洞百出 影翼悄然躲过撒罗耶 进入到了洞府深处的大殿之中 嗯? 撒罗耶隐隐敢知道了什么 突然抬起头 刚才好像有只蚊子过去了 大殿之中 影翼已经看到了在那修炼的秦晨 就是这家伙 此时的影翼 整个身形完全融入到了虚空之中 特别是如今是黑夜 大殿之中 到处都是阴影笼罩 作为在影之法则上大成的强者 影翼小心的隐匿 就仿佛成为了这片大殿阴影的一部分 它甚至没有用目光去锁定秦晨 这是用余光感知 这是身为一名杀手最基本的素养 有一些心灵力量强大的大帝 对目光的感知十分敏锐 若是直视对方 很容易就会被对方感知到蛛丝马迹 再接近一些 影翼身形在阴影之中悄然流动着 没有惊奇半思的法则波动 悄无声息 让人防不胜防 大殿之中 秦晨盘歇而坐 一颗颗的地精在他的面前碎裂开 道道地精所化的大道法则被他融入身体中 吸收和感悟其中的本源力量 数天时间 秦晨便足足消耗掉了五万多的地精 此刻秦晨身体中诸多大道法则的区域 很多地方已经被点亮 这是秦晨感悟的地精中所蕴含的大道法则后 相同属性的法则便会被充斥一丝 只可惜的是 不同地精中蕴含的法则之力也不同 而且 你无法保证 每一颗地精到底是什么法则之力 秦晨只能凭运气 去点亮不同的法则区域 可惜 一颗地精中蕴含的法则碎片 还是太稀少了 更多的只是大道法则的一丝本源力量 这种本源力量 若是让一尊巅峰 感知大地之力 那还好 可若是想让我大道法则有足够提升 跨入全新境界 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秦晨微微摇头 他有种感觉 若是自己吸收足够多地精中的大道法则之力 的确能跨入后期大地境界 只是所需要消耗的地精数量 将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五万地精 只点亮了我身体中小部分的法则区域 想要光靠吸收这些地精中的大道法则本源 就跨入后期大地境界 我所需要的地精 怕是 起码在千万以上 想到这个数字 秦晨便是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压力 一千万的地精 哪里去找 还是穷啊 从左窟会长那里 敲诈来十万地精 对比自己的修炼 那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看来得想办法 赚钱了 秦晨摇头 不过 做人也要知足 秦晨微微一笑 想不到这宇宙海的地精 对自己修炼有如此弊异 如此一来 比我自己慢慢修炼要好多了 起码也省去九成的功夫 现在自己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从哪里找这么多的地精了 数天功夫 就消耗了五万地精 秦晨也感觉到了很大的财务压力 正想着 秦晨嘴角 突然勾勒起了一丝笑容 正愁身上地精少了 这不 地精不就来了吗 虽然看起来不咋地 可蚊子腿也是肉不食 大殿阴影之中 隐翼已然潜伏到了秦晨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看到秦晨身前不断碎裂被吞噬的地精 隐翼眸中闪过一丝冰冷 这家伙 竟是在吸收我的地精 呼 没有任何犹豫 彻底顿入黑暗中的隐翼身形 摸得动了 死 在隐翼暴动的一瞬间 一道无形的影子 宛若随风潜入夜一般 骤然出现在秦晨身后 他手中的一道剑影 已然化作无形的残影 一瞬间刺向秦晨 惊人的残影暴略 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 疏忽之间 就已经狠狠刺在了秦晨的后心之上 成了 在手中剑影触碰秦晨的一瞬间 隐翼心中大定 之前的他 还有些紧张秦晨的实力 会察觉到他的攻击 可没想到 此人居然如此不堪 竟是完全没有闪避 这小子 不是喜欢擅长掏心吗 那就洞穿他的后心 让他知道 心脏被掏走的痛苦 隐翼心中冰冷 无形的影之法则流转 带着可怕的穿透之力 融入剑影之中 要将秦晨的肉身 瞬间动穿 破 一道沉闷的轰鸣之声响起 隐翼就感觉到 自己手中的剑影 仿佛刺中了一块 无比坚韧的皮革一般 完全没有他刺杀 其他强者时的那种流畅质感 然后 他就骇然看到 自己手中剑影 在刺中秦晨的后心之后 竟是根本无法穿透 对方的大地肢体 而像是披在了一块神经之上 甚至连对方的皮肤 都没有刺透 什么 这是什么防御力 隐翼心中大惊 他的影剑攻击 融合他对影之法则的 惊人领悟 哪怕是在强大的 中期巅峰大地 在承受他这一击之下之后 也要身受重伤 可眼前那家伙 竟是连肌肤 都没有破开 这 这怎么渴 能 阁下是骷髅会派来杀我的杀手 在影仪颤抖的目光中 秦晨微微转头 嘴角含笑看着他 那眼神就仿佛看着一个蝼蚁 让影仪浑身冰凉 不 这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强的中期巅峰大地 灵 死 心中惊怒 隐翼手中动作却是不停 杀翼凌冽间 他怒喝到 万影灭魂 哄 伴随着他的怒喝落下 一道虚幻剑影 从他手中的剑影之中抱涌而出 穿透秦晨的大地之躯 直接奔腾向秦晨体内的灵魂海 又要直接摧毁秦晨的灵魂 神魂攻击 在发现自己的物理攻击 无法破开对方的肉身之后 影仪在一瞬间 做出了自己最优的选择 那就是施展出 自己最强的灵魂攻击 谁也不知道 掌控了影之法则的影仪 在影盾的手段上堪称无敌之外 在神魂攻击上 也是极其变态 已然达到了 中期巅峰大地最顶级的层次 只见无数的影之法则 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能 在秦晨体内末地爆发 这一股灵魂冲击破坏性 匪夷所思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宛若无数的影子 润雾细无声 一瞬间就来到了 秦晨的灵魂海 这一件 是影医一身成就的汇聚 此招蕴含可怕的物理和攻击 一个防不住 都得死 嗡嗡嗡嗡嗡 可怕的神魂攻击 如同黑夜降临 一瞬间笼罩秦晨的灵魂海 带着可怕的穿透之力 疯狂渗透下去 在我的神魂攻击下 我不信这小子 还能扛得住 影医目光猙獰 带着疯狂 以及无比强大的自信 他能在天外楼 有如此地位和身份 凭借的可不仅仅是隐秘的手段 依靠的是他 几乎没有缺陷的攻击 既蕴含物理攻击 同样拥有可怕的灵魂攻击 轰隆 隐密麻麻的影子 不断冲击着秦晨的灵魂海 在影医的灵魂层面 响起刺耳的轰鸣 嗯 这灵魂攻击 的确有些门道 带着影之法则的 悄无声息和诡异 在入侵性上 的确有几分意思 只可惜 灵魂攻击本身的威力一般 根本没有主动去防御 秦晨灵魂海本能的起伏 就将影医的全部虚幻 剑影灵魂攻击 给阻挡了下来 虽然在影医的灵魂层面 秦晨的灵魂海上空 响起了刺耳的轰鸣 可实际上 秦晨的灵魂海 甚至连波澜都没有惊起半分 太弱 这灵魂攻击太弱 秦晨摇头 灵魂海轻轻一震 碰 像是大地震爆发时 地面上的一颗颗小石子 影医的灵魂幻影剑影 在这股震荡之下 瞬间崩溃 浑然没有半点的抵抗之力 不可能 我的灵魂攻击 连对方的灵魂海表皮 都没有破开 这 这怎么可能 影医彻底梦了 眼珠子暴突 好似见鬼了一般 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 中期巅峰大地 走 惊怒之中 影医神魂颤抖 历经无数战斗的她 本能地感受到了恐惧 只有一个念头诞生 那就是逃 不可敌 眼前这家伙 虽然气息是中期大地 但实则根本不是中期大地 这一定是一位后期大地伪装的 对 起码是一尊后期大地 逃 万影归息 哼 在生出逃走念头的一瞬间 影医身形 骤然爆开 嗡嗡嗡 整个大殿瞬间出现了上万道影医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身影 如同漫天的苍蝇 每一道都爆发出恐怖的中期巅峰大地气息 栩栩如生 朝着四面八方爆射 并且 这些身影有的冲向天际 有的顿入地底 有的潜入阴暗虚空 让人眼花缭乱 就算是想阻拦 也不知道从何揽起 想想看 上万身影 朝着四面八方逃顿 你怎么拦 怕是眼睛看都看不过来 最可怕的是 这些身影每一道都无比逼真 根本无法分辨出真伪 拦无可拦 太可怕了 这家伙绝对是后期大地伪装的 必须尽快通知楼主 飞逃之中 影医心中歇斯底里嘶吼 神色恐惧 咦 这招倒是有点意思了 秦晨看着四周无尽的残影 目入惊讶 画出影分身 任何一个大地都可以做到 可要做到上万残影栩栩如生 就不是普通大地能做到的了 心中想着 秦晨盘坐大殿不动 只是右手随意往边上虚空 那么随手一掏 我 正逃顿中的影医 还没反应过来发声了 只觉得胸口一凉 低下头 瞳孔中瞬间涌现无尽的恐惧 本章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唯下 联盘 见到 助理 杓笔 希望 吸引出 练